越來越深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derman 今天呢我們繼續我們的安價生存吧 那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留言 不過呢老頭今天呢有一個目標非常想要做齁 呃...即便是... 即便是如果你們不提的話 我也想要去做的一個任務 那今天的這個第一個任務呢 就是我們要去這個準備去這個洞窟冒險齁 上一集不是上一集是好幾集 之前那幾集忘記是哪一集了 我們有去洞窟嘛 冰洞窟結果後來不曉得已經不勝摔死對不對 那今天的老頭呢 未雨綢磨 打算呢要再去探險一趟 據說裡面有一隻神秘的BOSS 他好像是叫做... 冰...冰蟲女王喔 反正就是一隻冰屬性的殺蟲 他是在...他是在裡面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我不知道啊 反而總而言之呢 我們就去一探究竟吧 然後我們把我們這個東西 該做的都做一做齁 然後...我看一下還要做一些什麼 我們的十字鎬拿出來 東西修一修 對了!我們還要做毛皮大衣 不然的話我們基本上一定會凍死 就算不摔死也會被凍死 這是遲早的問題 這是我們第一個首要的鞍架 那我先學一下齁 然後還有後續這四個鞍架 基本上全部都是改名鞍架 所以說待會我在改名一一會 告訴你們要改什麼名字 你們都取一些很奇怪的ID 不過我還是看了 好!那我們先學齁 好!五件毛皮大衣先穿上 然後呢我看到各位有兄弟們有留言 留言說老頭怎麼不去就是... 獅舊獸去做交配生一個獅舊寶寶 我必須很遺憾的告訴你們齁 那些獅舊獸寶寶是沒有性別的 不是寶寶沒有性別 是那些獅舊獸是沒有性別 他們沒辦法繁殖 很遺憾他們沒辦法生蛋 講簡單一點 就是沒有生殖器官啦 好不好 沒有生殖器官你要教他們怎麼生 不可能 所以說呢這個只能用抓的 其實我也很想要讓他們就是 生一個寶寶出來 其實我本來上一集獅舊獸 我打算就是要抓兩隻 然後把他們生一個寶寶 然後把那隻寶寶留恆度練到100% 可是我正在研究的時候發現 你們可以靠近看一下這隻獅舊獸 他上面寫性別是5有沒有 這代表是沒辦法交配的 所以說這個可能要靠 做一些玩家的模組 可能有些人會釋出一些可以讓 獅舊獸交配的模組 就可以就是做交配 這個是官方的設定 所以說沒辦法交配 我的抗寒多少了 406 我不知道撐不撐得住 我靠這樣感覺我快熱死了 超熱的 在這地方穿這個樣子 是在瘦身泥 好了 OK 那在這個準備要去冰凍庫之前呢 我想要再多做一些箭矢 我看一下 我們至少要有一點攻擊武器 不要什麼都沒有 沒有攻擊武器很扯 我們可以做幾隻 我們可以做100隻好了 那為了就是怕到時候穿毛皮大衣 去那個洞窟還是會很冷 甚至會到結冰的狀況之下 我打算要再做一下咖哩湯 咖哩湯的話呢 它可以讓你的含性抵抗提升 就是讓你可以更在那種顯惡的那種寒風裡面 可以更溫暖 所以說我要帶一個去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就會直接喝了 那它需要的材料是一瓶水 10個紫色果實 20個藍色果實 5個玉米 5個胡蘿蔔 跟2個麻醉藥 好 都丟進去就對了 欸有什麼 呃...玉米嗎 藍色果實 丟 紫色果實我沒有 玉米 玉米你在哪裡玉米 玉米我想你 找到了玉米 I love you 還記得昨天跟你的夜晚嗎玉米 我們這麼的瘋癲 玉米 沒有紫色果實 好麻煩喔 我來找我們的雷哥哥了 我去找我們雷哥哥 欸對了 還要取名齁 等一下再說好了 我知道這隻雷龍要叫雷蒂啦 我看到有人叫我取的 哎呀 洗吧 這裡忘記用好了 莫名其妙 好 欸雷龍哥呢 看到雷龍哥了 你已經這樣被改名叫雷蒂了 你知道嗎 嗨三角龍 喔這邊有 然後我幫你改一下名字喔 這是安價喔 抱歉 你不能反抗說你不喜歡這個名字 你必須得承受 啊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 找到了 改名在哪裡啊 等等 設置 他不能改名耶 真的假的 這個他跳不出來 沒辦法幫他捷魚跟改名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I'm sorry 懶得找了 OK 我們現在有果實了 我們趕快下去齁 做一下咖哩湯 我們貓皮大衣也已經穿上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一百隻箭矢 放這裡好了 方文明不需要麻醉劍 來 再來是什麼 兩罐麻醉 然後再一瓶水 要要要要要要 要取水了 要取水了 欸不對啊 我的水袋 水袋在這裡 取水時間 我們來在用一般的水壺 會破洞的水壺 GOGOGO 應該是可以直接燒一個咖哩吧 希望如此 燒吧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有沒有錯誤啊 他是要多少 對啊 10個果實 20個藍果 然後5個玉米 5個馬鈴 5個玉米 5個胡蘿蔔 兩個麻醉 為什麼燒出藍料啦 大哥 我不要燃料啦 是因為茅草的關係嗎 把水壺還我 你這個 你這個小怪物 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了 我必須要再拉一下水了 靠北 現在是什麼情形 再來呢 雷帝沒辦法取嘛 對不對 我們來取一下把雷飛龍 改成死亡的恐懼 來來來 你本來叫青眼白龍 可是你要改名字了 死亡的恐懼 好恐懼喔 然後再來鐮刀龍 改成幽幻死神 哇你們怎麼都想到這麼多中二的名字啊 還是說這是你遊戲ID啊 講清楚喔 你說這是不是你遊戲ID 鐮刀龍在這裡啊 這叫什麼 幽幻死神 好吧 好 又幽幻死神 新尾獸改成流星錘 名副起始啊 非常好 名副 非常名副起始 不能改名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他們 穿上鞍啊 蛤 咦 我們把鞍拿下來看看好了 這些遊戲真的不能改名欸 是我錯覺嗎 好吧 這個也不能改名欸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對啊 修改距離 開啟巡邏 我們一定跟水被動 採集設置 這我覺得這是一個bug 算了放棄了 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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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就先改成這個樣子吧 我們準備要去洞窟探險了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燒屁燒喔 喔有了啦 燒出一個咖哩湯了啦 吃掉它可以獲得低溫抗性 太好了 我們只要一個就好了 我覺得我們只要燒一個就夠了 然後剩下的全部都還我 好我們走吧 嘿萌馬相 我們的飛龍在這裡 可不要 可不要傷害他 你知道嗎 你別傷害他拜託 他是我的財產 好幫你設定被動了 你可別死啊 就這麼說定了 我們要守信用喔 千萬別死喔 我們走 GO 再次來到這個地方 衝啊 我忘記帶補血的 萬一失血過多就還蠻糟糕的 沒關係沒有補血的 我們應該也可以吧 盡量不要失血就好了 還好耶 穿毛皮大概進來 然後 抗性點到60 根本沒有這類的問題 還不錯啊 我考慮看恐熊 給你們看一下 幾等的 15等 等級還蠻低的 好 沒有200多等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誇張 我的錯 那下面又有什麼 哇 這邊冰洞窟看起來好恐怖喔 可愛捏 等級5 怎麼跟上次兩三百等差這麼多 發生什麼事了 還說這只是前菜 還沒到重頭戲是不是 好吧 還沒到重頭戲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 再可以到對面 我們上次來不及到對面對不對 哇這底層超誇張 欸那什麼 欸神器在下面欸 我要怎麼下去啊 OMG OMG 還好 還好反應幾次 天啊 下面還有企鵝 喔不 喔不 實在太恐怖了大哥 雖然下面有水是沒錯啦 我還是垂降好了 喔企鵝欸 有沒有海怪之類的 應該是沒有 哇這裡就是海了 很高興我降落了 我們去撿那個神器 那可能是一個神器也說不定 遠古企鵝你好 哇好可愛喔 我可以把你們都殺掉嗎 待 待 我們可以帶這企鵝回家欸 一公一母剛好 蛤不行 我覺得在這裡帶企鵝實在太麻煩了 欸這邊超冷的 我要喝一下奈樂湯了 在哪裡啊 喝 好了有稍微好多了 我覺得這個企鵝不要在洞窟抓 因為在洞窟抓帶出去是太麻煩了 還要捧手帶出去 我這樣沒辦法降 沒辦法用我們的勾爪 這什麼東西 哇新裝備欸 哇新長矛欸 消失了 すごい捏 我們馬上走好了 上面有一座橋 左邊又有恐熊 這邊是恐熊的棲息之地 太恐怖了 可愛捏 這邊呢 這邊也有藍色的亮光欸 我還蠻好奇的 沒關係 我們先來撿這個黃色的亮光 等一下再去撿那個藍色的亮光 然後再進去這個大洞窟 可以的啦 這邊好多水晶喔 直接給一個 奇怪的彈弓 好爛喔 哈哈哈哈 欸 怎麼都沒有感覺沒有達到寶的概念啊 沒有那種感覺欸 感覺就是看到東西很興奮 然後去撿 這是三小 有種難過的感覺 來我們去看一下前面那個藍光光 好像有的樣子 對啊 一直有藍光在閃爍對不對 應該不是我的錯覺吧 哈囉 乖乖的喔 你們要乖乖的喔 我看到藍光在那邊了啦 這非常的不妥你知道嗎 他沒發現快撿 笨死了 這什麼 藍色的 快走 我們要撿到一把閃彈槍是不是 看一下 槍在哪裡 在這裡 閃彈槍 沒有子彈 裝逼用的 裝逼用的 完全就是裝逼用的 這可以套用嘛 不行 好了 我們獲得一把裝逼用的散彈槍 笑死了 好吧 我們在藍藍裡看完了齁 來 接下來我們直接去中間那個大洞窟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不要抓我不好吃喔 我都感覺恐熊數量變多了 哇 我已經看到70幾等 120等恐熊出現了 看來他們現在準備要上班了 全部人都要上班了 今天可能是 週年慶有沒有 大家恐熊全部都要來上班了 這樣子 靠北我摔傷了 繼續走 又是恐熊 還真想現場抓一隻恐熊來幫我戰鬥說 可是我沒有安 我沒有恐熊安 沒關係我們繞過 繞過去 太好了 哇靠這什麼 有血跡 這裡發生什麼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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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樣啊 暗殺現場 是不是 這出不去耶 感覺好像有什麼恐龍掉到這邊來 然後往前爬的那種概念 我們先走這裡看一下好了 靠直接爬進去 他直接爬進去 蛤 我要去看一下那個血跡 我很好奇 哈哈 探險囉 裡面有什麼呢 哎唷 哎唷 原來是熊的屍體 可以不要做那麼噁爛嗎 嗨你好 我看你會不會有東西啊 答案是沒有的 喔 喔 這邊也是一個熊的屍體耶 死好慘喔 來來來 爬進去 爬進去 我覺得我們組一個好像不夠的耶 我們剩下五百多秒了 欸啊進來這裡之後呢 我剛剛從哪裡爬進來 從這邊爬進來 這裡什麼也沒有啊 難道要把它敲掉 該不會把它敲掉吧 敲掉也沒路了 那這裡到底是幹嘛 這是以前有人住在這裡 你看那個睡袋 早期睡袋耶 這邊以前有住人耶 哇 感覺到了什麼古文物之類的那種感覺 古文物 好可愛耶 所以說這裡什麼東西都沒有 只有幾具很噁爛的屍體 感覺好像這裡是曾經大戰過這樣子 好的 我們去另外一邊 來 我們還是可以的 要相信自己 剩下460秒了 這是什麼 哇 探險者的屍體 哇 開始抉擇的是吧 各種道路讓你選擇 來吧 果然是先進傳說 好 哇 我是不是看到了什麼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 冰之女皇 Ice 欸真的耶 等一下我打得贏嗎 重點 他會不會突然站起來 啊 咬一下 Omg 等一下 這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你這是賤人 太扯了啦 我可以這樣子換十字弓攻擊嗎 欸可以耶 可以耶 欸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子把他給殺掉啊 把他秒掉就好啦 可是我很怕等一下起檔 起蹦你知道嗎 什麼叫起蹦嗎 連扒兩下我就往生的那一種 靠北啊 我被摔到了 尷尬尷尬 我要怎麼把他弄起來 等一下 不要這時候打擾我 OMG 誰啊 傳什麼簡訊啊 低人兒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這次直接往前面走看看好了 好不然怎麼辦 左邊那隻殺蟲實在太靠北了 我們走前面這一條路 是不是 指導黃龍 這裡居然有死人 左邊那隻待會再想辦法吧 我們先看一下這下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跑到這裡就掛掉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道說這裡有 蛤 這邊也有啊 沒有個地方是沒有的啊 死定了 而且這裡更窄 蛤 兩隻 哈哈哈哈 完了我死定了 我窄死了我死了 我們不要去觸發他就好了不是嗎 對不對 我們要當乖小孩 不要去觸發他們激動 我們用盪的過去就好了 好 打不贏打不贏 既然打不贏 何需強求呢 這邊有一隻 如果我沒有開血條 我告訴你我怎麼死了我都不知道啊 好不好 沒開血條真的是怎麼死都不知道啦 所以說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這邊貌似需要用敲的才能走進去的感覺 欸不用欸直接跳進來了 喔看到了 這該不會傳說中的神器吧 欸不是欸 居然是給這個啊 好b 這邊給的裝備實在也蠻多的嘛 可以在那邊跳過去 還蠻厲害的 我們要小心一點 不要觸發殺蟲 不要弄一下就往生了 哈囉 嘿咩 嘿咩 進來好嗎 這裡安全 這什麼 哇 高級平台安 拿都拿都可以拿 好這裡有沒有路可以走啊 貌似沒有 好 繞路時間 之前有觀眾跟我們講說要抓 要抓螳螂啊 我必須跟你們講啊 抓螳螂必須要殺掉殺蟲 拿他們的腳才可以抓啊 沒有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啊 好不好 不要想法太天真了 可是我很想殺一隻看看欸 如果在這上面他應該是不會弄到我吧 哇噢 哇噢 WOW NO 他蹲下去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跟他做傷害啊 算了 我放棄了 我有點想要離開這裡了 我感覺我大致上該逛了我都逛過了齁 都逛過了啊 是不是 沒什麼 沒什麼值得留念的是不是 是不是 我這邊是不是還沒過去過嘛對不對 看一下好了 那邊又有一個神器 來來來 能撿就撿 看我快死了 你不會死啊 這個是裝備欸 沒有這是藍圖 好煩喔他給的都是藍圖 都不是給裝備那種 想說那種裝上去立即就穿有沒有 天啊 不要這樣 有話好好說 我現在是不是走回頭我都不知道了 我已經喪失了 那個方向判斷能力了 你知道嗎 這次回去的路嗎 欸 喔 原來有人躲在這裡面死亡了 這是彩蛋嗎 啊這也是哪裡 欸我覺得我真的迷路了欸 我真的迷路了 這也是哪裡啊 不知道怎麼回家的可憐人 不要殺我喔 喔 不要這樣好不好 射你喔 射你喔 可惜射不到了 我可以放下來嗎 他也沒 喔 喔 測現在 還躲 好 真的是沒辦法 這是行不通的了 找到回去的點才是重點吧 這裡又是哪裡 這裡又不一樣了欸 這裡又不一樣了欸 越來越深了 哇 OH MY GOD 你追來了 HOLY SHIT 你是怎麼那麼怕死呢 太可怕了 嚇死寶寶了你知道嗎 嚇死寶寶了你知道嗎 你會不會守著這個神器啊 救命 你們不會玩啊 爛遊戲 怎麼那麼容易 快一點 吃幾個人 吃幾個人 吃一個鬼 吃一個人 吃呀 吃